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九陶,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一集呢,我們要來幫我們的 小頭盔寶寶製作一個 最適合他們的鋼子啦 那目前呢 九陶的小烏龜飼養方式呢 就如影片這樣 我們是採用一個盒子 斜斜的這樣去做飼養 這樣子對鋼孵化的小幼龜來說 是最安全的 因為它的水位喔 隨著斜度有非常多的高低不同 那他們正在翻過來的時候 掙扎掙扎 很容易就碰到前驅 然後整隻可以翻回來 所以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當數量一多呢 我們就比較難這麼多的去照顧 要一個一個換水一個一個換水 所以還是希望有一個過濾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個鋼子呢 要能滿足到以上幾個重點啦 第一 就是有過濾 可以延長換水的時間 第二 小烏龜的那個安全鞋度這個飼養呢 我們必須要去滿足它 再來就是 希望可以做出一個水位可以 慢慢的加高 然後環境空間慢慢變大 就是 可以符合他們各個階段的環境 那九頭的心理已經有一個構想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編作跟大家解釋吧 GO! 那我們一開始呢 第一步就是要用這個浪板呢 放在最下面 那就是要保證 最下面的這個水流呢 是通的 這樣子呢 底部就比較不容易有一些 障屋的成績 就是準備了這個三塊呢 鋪在這個裡面啦 那在鋪的過程中 先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這一次打算怎麼做啦 我們打算呢 使用 大片磁磚的方式 打造出一個斜坡 然後呢 其實養小烏龜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盡量 不要有讓它可以卡住啊 翻倒的機率 所以旁邊可能都會用 隔板加瓦刃板 去做隔開來 讓它等於說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鑽到鳳梨 也沒有機會可以 亂跑跑掉之類的 我們今天打算就是 兩個磚頭方這裡 然後兩個大尺端斜坡 然後中間呢 把它隔開來 用隔板加瓦刃板 那因為之前試過呢 我們使用這種隔板喔 去隔它們 一個一個 超會爬的喔 看它小小似的 超會爬的 所以我們可能隔板隔著 下面讓水通 上面我們就用瓦刃板把它封起來 不然這樣子實在是 太容易被它們逃脫了 那詳細呢 就邊做邊跟大家講 那接下來我們第一步呢 就是 將所有東西都清洗好 然後開始慢慢放入我們的 磁磚跟磚頭 然後我們再來看 需要踩多大的板子 去把它隔開來 那這次呢 打算使用的過濾 因為考慮到很多點 第一 不想要的東西 可以給它們卡住嘛 然後再來就是 空間的關係 最主要最主要是因為 怕會有老鼠啊 等等的動物 所以我們上面呢 可能 平常沒在用的時候呢 就會用這個板子 這個小插電 去把它蓋住 所以就比較不適合 用磚布過濾 所以這次就打算使用 我們源頭過濾啦 那我們先馬上來把 大主要的結構放進去 然後我們已經清洗好 我們的磚頭 以及磁磚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把它擺進去 再來看隔板要怎麼設置 稍微擺進去之後 大家應該就會比較了解 九頭想要做的是怎樣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就是用粗糙的這裡面 可以看到 其實大張就是這種感覺 下面呢 是一個平面的淺區 然後我們可能水 就放到這邊一點點而已 讓它們有很大的暗區 那隨著它們年紀的變大 體型的變大 我們可以慢慢加深整個水 但是都是一直有一個 這種斜斜的區域 可以讓它們去生活 那後面呢 會用隔板 因為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有一個小縫 收頭進得去 那這個超小幼龜 絕對進得去 還有邊邊 也是有縫 所以我把它封起來 那其實大致上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這邊呢 會用那個 擋板一樣擋起來 等於說會有一區擋板 兩區擋板 稍微分兩區就是想說 比較大的放一些 比較小的放一邊 這樣就 會比較好照顧到一些 長得比較慢的個體 那我們就馬上先來看看 隔板怎麼做 以及來裁切隔板跟 把隔板上面的那個 瓦刃板封上去 這樣不會讓它們可以 跑到對面來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啦 可以看到前面的 För 目前來說快要大功告成啦 那唯一跟一開始說有點變動就是中間的隔板 其實都已經做好了 但是後來發現有一個沒辦法突破的技術上的問題就是呢 它夾下去之後兩塊之間的東西會有一個縫隙 那沒有辦法去改善 如果要改善的話會變成跟當初設計的那個水流流通性就整個會變得不好了 所以就決定那就放棄全部改成使用一個大的這樣的環境 那難度的比較多的地方就是在這個縫隙啊邊邊都不可以有洞會讓它轉出去 然後以及固定這個板子 那這目前呢還沒固定最後就是拿兩塊的磚頭從後面壓上去 那最後的步驟應該就剩下我們的過濾器的安裝啦 那過濾器安裝呢這次要使用的是圓桶過濾 那圓桶過濾的安裝其實就蠻簡單 就是把這兩個一個進水一個出水的管子呢裝好再接上圓桶過濾 就大功告成啦 那圓桶過濾目前打算呢是在想要讓抽水呢在右後方 進水呢在左前方這個地方緩流這樣子 這樣子衝過來然後繞一圈出去 然後下面因為這都是隔板嘛這個地板下面都是空的 然後這個隔板都會可以走水下去去讓它做一個循環 那我們就一樣來試試看看怎麼樣循環會比較好 那就完成最後的過濾器安裝吧 好啦目前來說可以是大功告成啦 這邊是清水的那還沒黏因為還沒加水 這邊是吸水的 那抽到下面呢我們的圓桶過濾器在下面啦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放水實際測試看看吧 好啦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有水流在流動有沒有 我們的淨水從這邊進來然後這邊出去吸水 那水流目前沒有調的很大因為等龜龜進來之後 我們再去慢慢的調整整體的物質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馬上把我們的龜龜放進來吧 先放一些這個假的水槽 這個假水槽其實還蠻好用 可以讓它們去攀柱 然後有時候不容易翻過來 剛好去抓到這個水槽呢 它們也可以翻回來 水深的部分應該是差不多了 先放兩隻小龜龜下去就好 再來測試看看啦 馬上下水了 可以水深的地方蠻剛好的 可以觀察一下它們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實際製作了這個頭盔寶寶的幼兒園啦 那希望這個幼兒園呢 能照我們所想的這麼OK 但實際的狀況呢 不管是大烏龜小烏龜 我們在布置完之後呢 其實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去 觀察到底有沒有哪些的問題 那我們就持續紀錄 持續觀察 持續改善 後面有什麼樣的變動呢 再跟大家分享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去分享並且訂閱 也可以打開右轉小鈴鐺 找你發佈的收藏之後 我就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